新竹縣的政府家出疾病防治所在16號 開放大家公開任養貓咪 聽到自己的號碼 幸運兒連忙衝上前 其他人紛紛投以羨慕的目光 這不是抽獎活動 而是幫貓咪抽禪食官 現場湧入將近五百六十六人 搶著爭取當貓奴 大家忍著酷熱 在大太陽底下引盡期盼 只希望工作人員能抽到自己 其實這些貓咪是新竹縣家出疾病防治所 今年四月時查獲一批被不當飼養 而染上貓瘟被遺棄的名貴貓種 幸好經過治療後 貓咪已經恢復健康 那我們今天就是將其中的 這些沒收的貓 來做公開的認養 就包括十二隻的布偶貓 還有四隻的英國短毛貓 這些貓咪其中有十隻價值超過十萬元以上 現在不用錢 只要有心就能領養 也難怪吸引民眾報名 最後以公開抽籤的方式來決定最終認養人 不過一人只有一次機會 機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八 我們本來就一家人都很愛貓 對 然後剛好看到有這個消息 然後覺得他們都很可愛 然後想要好好照顧他們這樣子 笑到眼睛都跟貓咪一樣 眯成一條線 因為他容身禪食官 不過家出所還會再訪查 持續追蹤貓咪的生活狀況 而這次沒有中籤的民眾也不要灰心 等待其他貓咪身體狀況恢復正常 完成絕育手術後 會再舉辦第二場認養活動 記者炎日龍 林千亿 新竹採訪報導